小红 我们回家了 随着港澳型的交流活动结束之后 目前全红禅也已经飞回北京 回到国家队进行下一步比赛的备战安排 在这一次港澳型活动结束之后 全红禅的队友陈玉希将会来到同济大学报道 后续将会开启自己的大学生生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目前外界也有很多人关心 全红禅接下来会不会像他的队友一样 选择一所名校读书 来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 为将来退役做准备 就在最近在全红禅回到国家队三天左右的时间之后 坊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其中关于全红禅要入学中山大学的消息 更是传得遍地都是 有些粉丝和网友还信以为真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 实际上从各方消息的分析就可以了解到 所谓全红禅要去中山大学读书完全就是一个谣言 是假的消息 事实上在巴黎奥运会刚刚结束之后 网络上就出现了类似的传言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就可以发现 目前全红禅根本不太可能和他的队友一样去上学 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面有两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 全红禅比他的队友要更加年轻 而且伤病也没多状态也更加好 天赋也更加出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全红禅完全可以再征战一届奥运会 看看能不能够去追凭自己主教练陈若林的奥运记录 如果能够拿到五块金牌 全红禅将能够在中国跳水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 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全红禅似乎也不甘心就此止步 他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和各位粉丝约定下个赛场见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全红禅有史之中都没有停止跳水的脚步 他还期待能够跳出更好的成绩 他还期待能够创造更多的记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红禅又怎么可能安心去读书 当然了 这并不意味着全红禅没有收到大学的橄榄枝 其实按照全红禅的知名度 想要选择一所著名的大学上学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但是全红禅现在的年龄还比较年轻 确实没有必要太过着急 陈玉希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上学 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全红禅这座高山很难翻越过去 另外一方面 陈玉希的伤病也比较多 所以他选择基留永退其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只能够说人格有志 每一个运动员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对于全红禅来说 或许他还想再奋斗四年 在洛杉矶奥运会闪耀跳水的赛场 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他 将来如果真的有一天到了学校读书 也希望全红禅能够真正地享受大学生活 奥运渐而回北京 全红禅发文 回北京了 期待下一次再见 视频中反正东和王楚清睡觉的照片引人注目 原来王楚清睡觉嘴巴是长着的 真是笑死网友评问趣 0.02分0.34分 事件回顾 全红禅下次再见 拜拜啦 胖头睡觉中 全红禅发照片啦 胖头一觉醒来天塌了 李文文 王楚清拎着四十米的大刀在路上了 胖头把全妹拽裤腰带上 全妹把他们放往上哈哈哈哈 龙队帽子没白买 一个丑照都没有 这俩兄弟天就没亮过 小胖永不起床 这句号含金量在增长 谁爱特意吓他们呀 这个俩太能睡了 不高兴没头脑 龙哥 我不开心 跟禅宝没关系 哥让干的 全红禅真是有仇必保 奥运进而大合照时 王楚清拍了一下禅宝的头 禅宝扭过去问 谁拍我 王楚清这小子就偷偷笑 也不承认 全红禅我让你拍 我也拍你 你拍我也拍 全红禅和王楚清有兄妹像 全红禅嘴角右侧有一个指 王楚清嘴角左侧有一个指 真的好对称 看起来好有兄妹像 有知之人 是有福气的 两个有福气的人聚在一起 从对称之来看 如果王楚清任全红禅为妹妹 你们同意吗 樊振东第二次被偷拍睡觉 这次防港澳 全红禅第二次拍樊振东睡觉样子 小胖曾经说过 永不起床 这句号含金量越来越高 真的是永不起床 出门几天被拍两次睡觉 原来小胖除了喜欢鸡蛋灌饼 还喜欢睡觉 喜欢吃喜欢睡的东哥 可是很多账目囊心理优秀 女婿人选哦 马龙送帽子奶茶 全红禅很喜欢 龙队的帽子没白送 龙队一个丑招都没有 从下香港飞机后 全红禅一直跟着马龙 马龙也是贴心照顾 又是买奶茶又是买帽子 果茶被馋饱吐槽味道很一般 不太好喝 看来帽子是送到禅宝心里了 禅宝很喜欢 禅宝应该怎么称呼马龙 龙哥还是龙叔 两个人年龄相差二十岁 或是叫龙爹也可以 总结 防港澳的时间太短暂 运动员们回去训练了 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美好 瞬间一直都在我们心中 全红禅太可爱了 和谁都玩得很好 跳水队和国拼对相处模式很融洽 这个小丫头功不可没 以前很少看体育跳水比赛 自从有了全红禅 爱上了体育 爱上了这些可爱的小丫头 真诚 善朗 随和 不做作 希望禅宝越来越好 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哦 胖头一觉醒来天塌了 她 是跳水台上的精灵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征服了世界 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 从东京奥运会一跃成名 到如今家喻户晓的体谈明星 全柳禅回到了熟悉的训练场 与她一同回来的 还有网络上关于她的种种热议 有人关注她的训练状态 有人担心她的人气压力 还有人好奇她的日常生活 这位年仅15岁的女孩 似乎一不小心就站到了聚光灯的中心 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一切还得从那场让她名声大噪的比赛说起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现场 一位扎着马尾便 身材娇小的女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她就是全红蝉 干净利落地起跳 完美协调的动作 水花几乎消失不见五跳三满分 最终已破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 这位来自广东站66港澳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粉丝的热烈欢迎 人气之高令人咄舌 在澳门参加活动时 她甚至一度被热情的粉丝堵在厕所门口 难以脱身 这一幕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全红蝉如今的超高人气 这孩子太难了 出去逛个街都能被围堵 以后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红了是好事 但也要注意保护隐私 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希望大家理性追星 让他能够安心训练 继续为国争光 网络上 网友们纷纷留言 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除了日常出行受到围观之外 全红蝉的身材变化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港澳期间 她品尝了不少当地美食 还开心地晒出了自己喝奶茶的照片 在一些网友晒出的照片中 大家却发现 全红蝉似乎比之前圆润了一些 甚至还有人调侃她长出了小肚男 哈哈 小姑娘就是爱吃 这圆滚滚的小肚子太可爱了 之前比赛的时候看着旧瘦 现在终于长点肉了 健康就好 运动员也要注意身材管理啊 可别因为贪吃影响了训练 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 观点不一 面对网友的调侃 全红蝉自己也大方承认 这段时间确实放纵了不少 还笑着表示要把小肚男缩回去 对于一位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女孩来说 适当地放松和享受美食 已是人之常情 据悉 回到国家队后 全红蝉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训练 备战接下来的各项比赛 相信在教练的指导下 他能够调整好状态 以最佳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 以此另一个有关全红蝉的话题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他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老家战江 自从东京奥运会凯旋归来 全红蝉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过老家了 除了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 他更多的时间都待在北京的训练基地 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蝉蝉好久没回家了吧 爷爷奶奶一定很想他 训练在忙也要抽空回去看看家人啊 希望媒体和网友们不要过度打扰 让他能安静地回趟家 网络上 不少网友表达了对全红蝉的关心 也有一些人发出了呼吁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和他的家人一些私人空间 据了解 全红蝉的家乡广东湛江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那里有他熟悉的街道 亲切的邻居 还有最牵挂他的爷爷奶奶 虽然身处繁华的都市 但相信全红蝉的心中 始终牵挂着家乡的那片土地 在一次采访中 全红蝉曾表示 自己很想念家乡的美食 更想念家里的亲人 他也坦言 比赛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老家看看 陪爷爷奶奶聊聊天 吃一顿家乡菜 现实情况却并不允许他如此任性 自从成名之后 全红蝉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如果他突然回到老家 势必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甚至可能会给当地的秩序带来一定的困扰 如果回去的话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看我 到时候可能会很麻烦 全红蝉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 给家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更不希望打扰到家人的正常生活 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他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回到家乡 与亲人团聚 享受那份久违的宁静和快乐 从默默无闻地跳水小叫 到如今备受瞩目的体坛新兴 全红蝉的成长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成功 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更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国家的培养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 全红蝉依然保持着初心 用汗水浇灌梦想 用行动诠释着中国体育精神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突破自我 创造更多的辉煌为国争光 你对全红蝉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从水花明全红蝉的魅力之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总是被各种新闻和热点轰炸 有一个名字确实终在我们的视线中闪耀 全红蝉 这个来自广东省湛江市的小姑娘 凭借着她在跳水台上的经验表现 和赛场下的纯真可爱 俘获了无数人的心 今天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被花仙子海 看看她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姑娘 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国民归 春风十里 不如全红蝉一笑 这个被网友亲戚的红姑娘 最近又一次成为了热搜的主角 不过这次 她不是因为在跳水台上的完美表现 而是因为她那活力四射的回京之旅 想象一下 在首都机场的到达大厅 一群身者统一对付的运动员 正有序地走出来 突然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队伍中蹦了出来 像只欢快的小兔子一样 蹦蹦跳跳地往前冲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全红蝉 她背着自己的小包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仿佛刚刚不是经历了一次长途飞行 而是去游乐园玩了一圈回来 这一幕 一刻就被现场的粉丝和记者捕捉到了 大家纷纷感这哪里是什么奥运冠军啊 简直就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嘛 谁 比起其他队员的沉稳和疲惫 全红蝉的表现简直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她一起蹦跳起来 别被全红蝉这个活力小太表现骗了 要知道 她可是刚刚结束了在港澳地区的一系列活动 换作是我们恐怕早就累得像条咸鱼一样 只想躺平了 可是全红蝉呢 她不仅精力充沛 还笑容满面 仿佛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疲惫 说到全红蝉在港澳的行程 那可真是精彩分成 堪称是一场小民巡回之旅 在澳门 全红蝉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欢送午宴 你别说 这场午宴的规格可不低 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都亲自出席了 想象一下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能让一个特区的一把手亲自来送行 这待遇 嘖嘖 恐怕连一些大明星都要羡慕了 在样会上 全红蝉可不是什么高女儿是表现的落落大方 亲和可爱 她和在场的嘉宾们有说有笑 完全没有一点奥运冠军的架子 有趣的是 当她被问到最喜欢吃什么的时候 全红蝉毫不犹豫地回我最喜欢吃鸡腿 回答立刻引发了现场的一阵笑声和掌声 大家都被她这种纯真无邪的回答 逗漏了纷纷感才是真正的小姑娘 不仅如此 全红蝉在港澳期间还和各界名人有了不少互动 从政界大佬到娱乐圈明星 似乎所有人都想和这国民闺女个影 说上两句话 有意思的是 不管面对谁 全红蝉始终保持着她那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和自然态度 她不卑不亢 既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显得拒谨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表现的骄傲 这种自然而然的表现 反而让她在各种场合中都能如鱼得水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全红蝉参加的各种活动中 她总是成为焦点和管事合影还是互动 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会不自觉地被她吸引 有网友调全红蝉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主场 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不无道理 毕竟谁能抵挡得住这样一个阳光灿烂 纯真可爱的小姑娘呢 全红蝉的高人气也体现在网络上 每次她的消息一出现 立马就会引发一波热议 网友们对她的关注度之高 简直堪比一线明星 有人甚至开玩笑 红蝉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转行当明星了 感觉比很多明星还红啊 确实 全红蝉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圈的范畴 她不仅是跳水界的新星 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 从她的穿着打扮到日常生活 似乎都成为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人分析她的发型变化 有人讨论她的穿衣风格 甚至连她吃了什么零食都能引发一阵热议 这种关注度 恐怕连一些一线明星都要自叹不如 有趣的是 网友们对全红蝉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很多人还会深入探讨她的成长经历 家庭背景等 大家都知道全红蝉来自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庄 家境并不富裕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种力 让很多人对她更加喜爱和敬佩 有网友感叹到蝉的故事 就像是现实版的灰姑娘童话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 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奥运冠军 这种逆袭 简直太力确实 全红蝉的经历给了很多人希望和动力 让人相信只要努力 梦想终究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全红蝉的走红 已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担忧 有人担心过度的关注会影响到她的正常生活和训练 还有人担心她会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名气而迷失自我 对此 全红蝉的教练和团队都表示 会尽力保护她 让她保持初心 专注于训练和比赛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到全红蝉的性格特点 虽然她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运动员 但她依然保持着那份纯真和单纯 在接受采访时 她总是笑容满面 回答问题也直来直去 没有一丝做作 这种真实和自然 正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 全红蝉就像是一股清流 在这个充满浮躁和虚假的时代 她的纯真和单纯显得格外珍贵 也正是这种特质 让她赢得了如此多人的血爱 不管是普通观众还是名人大咖 似乎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 随着全红蝉回到北京 很多人都在猜测她接下来的行程 有人说她可能会回老家湛江休息一段时间 和家人团聚 也有人猜测她可能会直接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中 无论如何 相信全红蝉都会以她一贯的阳光态度 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说到全红蝉的老家 不得不提到她的家乡 广东省湛江市岁西县江红镇麦河村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因为全红蝉的崛起而一意成名 现在 很多人都想去麦河村看看 想亲眼看看这个陪水花仙子方是什么样子的 有趣的是 麦河村因为全红蝉的成名 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 村里修建了新的道路 改善了基础设施 甚至还有人提议要建一个 以全红蝉名字命名的体育馆 这些变化 无疑给这个小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回顾全红蝉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她的成功绝非偶然 从小就展现出的运动天赋 加上刻苦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造就了金水花仙子时 除了实力之外 全红蝉的性格魅力也是她如此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她的单纯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保护她 她的阳光开朗 又让人不自觉地被她的正能量所感染 在这个充满压力和焦虑的时代 全红蝉就像是一剂青囊剂 让人在她的笑容中找到了一丝慰藉和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红蝉也在不断成长和变化 从最初那个有点腼腆的小姑娘 到现在这个能够自如应对各种长小 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 无论她如何变化 那份纯真和阳光似乎始终没有改变 这或许就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